嗨,那说到现在时下比较火爆的相机呢 我手上的这款呢是这个富士的X100VI 也就大家说的这个富士的X160 这一台相机 我相信可能现在很多人还在排队预购中 因为实在是比较不好买 那这台相机呢 我拿到手也快有小半年的时间了 那当我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呢 携带的就是这款富士的这个X160 这台相机 这款相机呢 不仅成为了我旅行中的一个拍摄工具 那更是记录我旅同桌 每一个精彩瞬间的一个重要伙伴 在这期视频中呢 我将详细分享在晴天阴天和夜晚 不同光线条件下使用这一台 富士X160的一个拍摄体验 那以及我对它的这个胶片模拟功能的 一个喜爱程度 那晴天呢 拍照的效果 感受在日本这个特别明媚的这种天气下呢 富士这台X160展现出的 它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图像质量和色彩的一个表现能力 这款相机呢 它搭配的是一款这个35毫米的等效焦段的这个镜头 和高性能它这个APS-C的这个传感器 使得它能够在很良好的光线条件下呢 捕捉到非常细致丰富的画面细节 那我在东京的街头 京东的古建筑和大阪的城市风光中呢 都使用到了这台富士的X160进行拍摄 那相机呢 它能够准确的还原场景的色彩和光线变化 不论是城市建筑的细节 还是自然风光的这个光影变化 它都能够呈现出非常生动 而且非常自然的效果 特别是在阳光直射下 那相机的对比度的处理和色彩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使得每一张照片呢 都仿佛充满了生命力 那阴天的效果呢 感受日本的这个天气的一个多变 那经常会遇到多云或者是阴天的情况 在这种光线条件比较柔和的环境下呢 富士X160依然能够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相机它搭载的这个胶片模拟 和精准的这个色彩的科技 那使得照片能够保持非常自然的色彩 那我在京都的一些寺庙和这个奈良的公园中 拍摄了一些非常静意的场景 相机能够捕捉到非常细微的色彩变化和光影过度 呈现出一种非常宁静而又深沉的氛围 那即使是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这台相机的这个非常高的ISO的性能的表现 和这个噪点的控制能力是非常优秀的 也能够准确的保持这个照片的清晰度和细节 夜晚的拍照呢 那富士的这个X160的另一个亮点 这台相机不仅是在明亮光线下表现出色 还能够在比较低光源的环境下 捕捉到非常惊人的细节和色彩 那在京都的繁华的街头和大阪的夜市呢 我使用这台相机拍摄了许多的夜景照片 那本身这台相机呢 它搭配的是一个2.0的这样一个镜头 F200 那所以它在暗光条件下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它能够精确的捕捉到这个街道灯光下的一些光影效果 和建筑的一些细节 那无论是街头的繁华还是城市的霓虹灯 相机都能够保持图像的清晰度和色彩的真实性 那非常好的呈现出了夜晚该有的这种神秘 和这种光影的这种效果 那在夜晚的拍摄中呢 富士X160呢 我会加一个黑柔的滤镜 那这个方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拍摄方式 那这种滤镜呢 能够有效的增强夜间拍摄的质感和表现力 使得照片更加柔和和温暖 那夜晚的街头拍摄 往往会遇到非常强烈的这种光源的反差的场景 那使用黑柔滤镜呢 可以帮助相机更好的处理这些情况 有效的减少光线的强烈反射 同时在保持照片细节清晰的同时呢 为这个画面增添一些非常柔和的这种光影效果 那我在东京和大阪的夜市中呢 使用这个黑柔滤镜呢 也拍摄了非常多的照片啊 相机通过黑柔滤镜 能够更加自然的捕捉到街头 这个灯光的柔和的效果 那让整个画面呢更具有温暖和生活的气息 那这种效果不仅使得夜间照片更具有艺术感和表现力 也帮助我在后期的处理时呢 更加容易达到我所期望的一个视觉效果 那富士这个相机呢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胶片模拟啊 那对胶片模拟的喜爱程度呢 作为一个非常喜爱旅行的这样一个拍摄者啊 那作为我来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富士X160的这个胶片模拟啊 这台相机它提供了非常经典的胶片模拟选项 那比如说Provia Vivia或者是这个Classic Chrome等等 那每种模拟效果都能够为我的照片增添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情感表达 我经常根据拍摄的场景的氛围和情感的选择 比较合适的这个胶片模拟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网上去看到很多的 其他人分享的这些胶片模拟的一个设置 那例如Provia的这个模拟效果呢 比较适合捕捉一些非常生动的这个色彩和细节 而Classic Chrome呢能够呈现出比较柔和的色调和复古的氛围 这些胶片模拟不仅仅是简单的滤镜 而是通过精细的一些调效 为我的照片增添了一种更深层的一种艺术感 总的来说呢 富士这台X160这台相机 与其卓越的这个图像质量 便携性和多样化的拍摄功能 成为我在日本旅行中得力的一个拍摄搭档 无论是晴天阴天还是夜晚 它都能够完美的满足我的各种需求 那并且带来非常出色的成像效果 我期待这期视频呢 与观众分享这些独特的旅行体验和拍摄的作品 那也希望通过这个镜头 能让大家感受到就是旅行本身的一个美好 我觉得总的来讲就是 一台相机的好与坏的程度 对于我个人来说是 你能不能经常把它带出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这台相机呢 它是非常小巧的这个设计 而且非常出片的这样一个拍摄效果 是我现在不论是就是短途旅行 或者是郊游或者是朋友聚会 我都会带上它的一个原因 不管你怎么拍它都非常好看 那这台相机呢 我也使用了小半年了 所以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爱不释手 那这期视频其实我想拍摄很久了 只是说呢 没有足够的素材 以及大量的时间去体会 那我相信在这半年的体验中 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 或者是足够的累积 能够为大家去分享 所有的我的使用感受 那所以我希望在考虑 是不是要购买这台相机的朋友呢 看了这期视频之后呢 会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我是靖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